我的同学秦刚 1984年国际关系学院 一个曾经只设有英、法、日三个语种的语言类院校 开潮流之先河设立了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新闻三个新系 每系两个班,每班16人,统共96名学生 其中一位正是新中国第12任外交部长秦刚 当时,全国各院校以国际开头的科目少之又少 二次为国关吸引了不少金金户 广州、成都、西安等城市重点中学的尖子学生 其中还不乏一两个状元 提前预召来的男女学生 齐刷刷地站在那里都不比秦刚矮多少 如果说那是国关历史上声援最好的一年 并不为过 国关虽然语言类是资扎实 其他方面都很薄弱 同时北大、复旦、人大等也设立了自己的国际关系学院 吸走大多本该属于该类院校的学生 国关也太小 小到男女生两个三层宿舍楼都填不满 一个不大的食堂师生共用 十分钟不到留完多半个校园 正所谓Everyone knows everyone's business 我所见到的秦刚同学 虽够高且白但不觉挺拔 让人想起食品店里的白馒头 一脸善善的表情和略微松垮的劲头 感觉没有棱角 缺乏力度 有点诚服 又些许自傲 年轻女孩大都喜欢有个性的 恍坏都比没有强 所以四年下来也没见她追过或拍脱过任何女生 本人的这些印象源于一年级所有的基础课都在一起上 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另外 同宿舍五位女生中有一位跟她同班 一个班十六人 交集不少 同室四年 每每听到这位室友说起秦刚 与太都略带鱿鱼 没什么特别的故事 宿舍里有位像极港姐朱玲玲的美女 跟秦刚一起从天津招进国关 与她关系密切的同乡里 也从未有秦刚的影子 显然 大家对她的印象大概相同 到时另外一个女生 其男友与刘欢同时留校教书 且住同一宿舍 回来常说起刘欢的事 但有一说一 几十年的历练过后 权力地位以及优渥生活 所造就的今日之秦刚部长 身材相貌 神情气派在足够的底气填充下 不退反进 足以体现大国风范 碾压当年学校里任何曾叱咤风云 如今却饱经风霜 老得认不出的校友们 从室友那儿还得知 秦刚学习成绩不错 又是党员 当时每班都有几个党员学生 让人不以为然的事 其中不少是为刘金进步做准备的 毕业时 大家各奔东西 没人特别关注秦刚去向 一年后的聚会 有位男生听说 我在奔驰公司做事 立即打趣道 秦刚最爱问人的问题就是 你知道在哪里听音乐最好吗 这话说的有点儿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哪儿 有人回问 奔驰车里 那位男生调侃的学着秦同学的口吻 车门砰的一关 那隔音效果 那德国音响 闭上眼 听着音乐 大家听了都会心一笑 我这才知道 秦刚毕业分配到外交人员服务局 然后外派到某驻华机构做秘书 奔驰是大多驻京使馆专用车 在连小面包车都没有的90年代初 私家车远未普及 能坐上奔驰 那是一定要告知天下的 秦刚的告知方式非常秦刚 坐上奔驰车并不难 比如本人在奔驰公司工作时 每次外出办事 都是坐公司自家车 男的是90年代初 开始坐一辈子奔驰 秦同学做到了 关于秦刚绅士 当有人以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之事 登上权力顶峰之计 其背后的推手 自然成为普通百姓猜测的重点 每人一套说法 有鼻子有眼儿的 笃定程度 胜过叙说自家绅士 本人在进入国关高考的前一年 班上来了一位复读生 高高壮壮 很像日本相扑手或黑社会打手 每天坐在教室最后一排 一言不发 那是家事重点中学 学生考不上重点大学 都感到耻辱 更别说复读了 中国人讲究进诸者赤 好学生向来对后进生不理不睬 但我却惊讶地发现 上一届一位跟该生同班 读书最好 长相最帅 所有女生都会多瞄两眼的男生 隔三差五地回来探望这位复读生 二人一起 在满师老槐树的校园里散步聊天 班上不少男女尖字生 也都跟他格外近乎 后来得知 该生父亲曾任周总理翻译 是位职业外交官 四十年前 那个朴实无华的年代 连高中生都本能地择忧选友 那么到了大学 秦刚若是按现金传言 来自更加质地有生的名门望族 他在学校里不应该如此默默无闻 毕业后也不至于连坐个奔驰 都变着反的狭拜了 当时的国官 不乏家境优越之人 英文系艺学长的父亲 是某部的老局长 人们一提起该生 十有八九会说 他爸是某某某 同班的一男生毕业后 即被派往香港工作 大家都知道 其父为广东省高官 此类学生为人处事淡定 人缘不错 虽为自己炫耀什么 但某些信息 似乎会不进而走 那么 为什么秦刚能过关斩将 升到如此荣耀之地位 再回到大学期间 经老师推荐 我兼职给一中学生做英文家教 女孩父亲恰好为当时的李宾司副司长 你父亲跟着那些领导人到处走 到底做什么 我问那女孩 就是跟在他们身后 提醒这儿左转 那儿右转 什么时候握手拥抱之类的女生开玩笑的答道 的确 李宾司相较于维持与北美 欧洲等双边关系的外交部门 含金量不大但曝光率够高 其作用很像大公司里的公关部 重要性远不如生产 销售 财政等部门 其领导也非核心人物 很少听说公关总监一跃成为总裁的 但时事造人 秦刚同学入主李宾司之际正是这盛世如中国所愿的年代 习近平继承了改革开放前20年所奠定的经济繁荣和国际声誉 迅速开启对内反腐倾诉 对外一路一带模式 君临天下 谁与争锋之愿景唾手可得 愿景美好 道路险恶 身边人是关键 2015年习近平对美进行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 虽然王毅和另一位外交部副部长均有随行 秦刚却多次被拍到与习近平近距离出现在不少活动场合 在西雅图参观波音公司厂房时乘坐的电瓶车上 除了翻译和警卫 秦刚是唯一陪同习近平的中国官员 在类似的送往迎来中 秦刚进水楼台凭借旅行李宾斯司长之职责 深的习总欢欣 2016年G20峰会 一场扬中国国威的外交盛会 各国元首齐聚杭州 奥巴马和普京一左一右 习近平俨然成为世界领袖之首 如此高光时刻 离不开李宾斯的前扑后殿 以及秦刚悉心尽力的左右辅佐 万国朝拜乃满足历代君主权力欲望 虚荣心的最高境界 秦刚由此正式成为总书记的心腹宠臣 年龄轻 自立浅 秦刚不单与各系势力搭不上界 即使于外交部内 在被习近平赏识之前 他可能都进不了王毅的亲信圈 这些其实正式成为习家军的优势 犹如当年的王洪文 跟洪苗正绝对忠诚 2015年之后三年 秦刚连续三级跳 李宾斯司长 部长助理 副部长 相比之下 王毅当年从亚洲司司长 晋升为副部长 用了12年的时间 马朝旭则用了15年的时间 从政策研究司副司长升至副部长 而且论资格 秦刚不如王毅 1983年就已陪同胡耀邦出访日本 效力过三朝元老 论学历 他又不如马朝旭北大本朔联读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 2021年 中美关系胶着之际 秦刚出任世人瞩目的驻美大使一职 如此重要敏感职位 很难想象不是习近平亲点拍板的 此前秦刚的一系列动态影响只限于外交部范畴 美国大使一直让他名扬天下 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就此冉冉升起 后台在印 修行都在个人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在国关读书时 隔着两三个宿舍 还住着未来的财政部副部长邹家仪 他高我们两届 英语系的 个子不高 相貌在同期一众或长腿貌美 或气势逼人的女生中并不起眼 但神情笃定 干净利索 抱着书本 总是在去读书的路上 偶尔还会和气地搭上几句 多年后在报纸上看到他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 主攻是韩和财政部对外财经交流 直至晋升为财政部副部长 感觉一切都合情合理 并不意外 秦刚的腾飞的确给人跌破眼镜的感觉 再次看到秦刚是在电视上 美国大使就苏联问题接受CBS记者采访 俄乌战争一时 整个世界都注视着中国对其抱有幼稚的幻想 虽然不能要求秦刚能像周恩来 邓小平等老牌外交家 智慧魄力兼并 不卑不亢地应答如流 但也不能像一个英语学了没几年的中学生 结结巴巴地背着标准答案 那表现既令人汗颜 又不太意外 情急之下的美国大使 还原了当年那副善善的 没有棱角 缺乏力度的表情 记忆中的那个秦刚同学就是这样 与此次采访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几天前现任驻美大使谢峰在回答秦刚问题时的表现 狡黠的笑意 圆滑的回应 顺畅的英文 无懈可击 狼性十足 别人用上十年二世得到的东西 秦刚一下到手 未必是好事 在狼群里混 如果牙齿太嫩 与掠食老手较量 保住嘴里的肥肉 谈何容易 更何况林子里不光有狼 还有狮子 老虎 甚至是狐狸等你着呢 此时最关注秦刚同学命运的 应该是国关官网知名校友的编辑们 以上内容文字源自推特 at motionusa 感谢观看 点赞与分享转发